女孩正在画画 身后的同学却突然开始嘲笑她 而随着同学的笑声 女孩的身体出现了裂纹 原来这个世界的人身上都会长满裂纹 可女孩却跟其他人不一样 她的身体一点裂纹都没有 直到女孩听见同学的嘲笑 她的手上才出现了裂纹 离开学校的女孩很难过 她来到一家礼品店 正好遇见了自己喜欢的礼物 女孩想伸手摸摸她 却不想 老板制止了她 而此时的女孩 脸上也长出了裂纹 回到家后 女孩想把自己的话给父母看 可父母也没有理会她 这让女孩身上的裂纹更多了 伤心的女孩来到了大街上 并偷偷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出现了 她跟女孩之前一样 身上一点裂纹都没有 男孩还送给女孩一个礼物 是一颗鲜红的爱心 而伴随着女孩拿起爱心 她身上的裂纹也复原了 于是 女孩紧紧抱住了男人 受到鼓励的女孩跑回了家 她抱住了自己的父亲 治愈了父亲脸上的裂纹 然后又抱住了母亲 让母亲也好了起来 之后 女孩又来到礼品店 她抱住老板 老板脸上的裂纹也消失了 最后 女孩来到了学校里 虽然有些犹豫 但她还是抱住了同学们 而男人健壮 也笑了起来